花蓮市長輩回藍勇士格鬥賽11號在花蓮市熱鬧開檔 近百場對戰性的拳台各大拳館個人有200多位高手參賽 其中還包括了職業拳王、世界排名、泰拳選手等多人 都在擂台上熱血較勁 緊張刺激場面讓現場觀眾看了也熱血沸騰 選手們拿著鯊魚陣頭對準目標就是狂K猛渣 雖然是趣味競賽但場下浮誇的加油聲搭配著賽斯的飛快節奏 讓人看得緊張又刺激 這是11號上午在福定路上舉辦首先登場的阿斯瑪貝枕頭戰 是花蓮人嗎? 我是台北人 台北人那今天是怎麼會來參加這個比賽? 就是大家揪一揪熱血就衝來花蓮 很開心 那個魚我真的沒有想說是用魚 因為我本來想說是一般那種方形的枕頭 到了下午則是讓人熱血沸騰的重頭戲 市長輩回籃勇士格鬥賽 選手們穿上護具站上擂台 等待裁判燒音意響即刻火熱開打 比賽開始 我們這次有全民歡樂的枕頭戰 還有一般的拳擊比賽 還有T拳賽事 還有花蓮最獨創的團體格鬥賽 將近快兩百人報名 然後有快一百組賽事 然後也有全民運的金牌 還有泰國職業拳王 還有世界排名的泰拳選手 都有來報名這次的比賽 我們這次除了專業的組別之外 還有推廣給大家推廣型的 素人賽事新人拳擊賽 對沒有練過也可以參加 而市長輩家賢及多位議員及代表們 也都特別到場為選手們加油 並為最後的優勝選手進行頒獎 那其實可以看到在去年辦理的過程裡面 真的是非常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個績效 那其實我們當時候在現場 也跟警察局一起來觀賞這樣的一個比賽 其實看到是非常正當 而且正面的一個運動賽事 那我們也在今年 也與諾相關的一個選手 會在今年辦理相關的市長輩 希望讓這樣子正當的運動 可以讓所有的朋友們一起參加 這場賽事當中 除了詹姆寺保健管理中心 特地道場免費為選手提供運動按摩服務 阿斯瑪麗景大飯店也全力支持 而花蓮福隆大飯店則是道場攝攤 推出打卡拍照 即可向晚餐第二人板架的優惠 透過賽事帶動運動觀光